進入秋天後這天氣漸漸變冠 出裡面是有餵鳥的面穿可能會發現說 這出裡面的鳥喝水的這個情形有減少 也比較容易的這現地的身體不適合的情形 受醫師就特別提醒 出裡面有餵鳥的主人 除了要依照時間來接觸的健康檢查 也就要特別注意到這鳥喝水還有培養的這個情形 如果有過癮就應該要趕緊帶到動物病院來接觸情地 進入秋天後天氣漸漸變冠 加上南部地區日式和晚上的文差很大 是最好聽話沒辦法接應 用意做生身體不適合的這是其他情種 有很多動物病院在這一陣子都出現到 主人帶到家裡的狗鳥就問究竟 本身餵鳥已經有十多年會跟他餵鳥完蛋了 就特別帶到自己家裡所餵的鳥 夠精速來接觸健康檢查 養這隻貓已經大概十五六年了 十五六年 那牠也算是一隻比較年紀大的貓 那最近天氣變化 那牠就是眼睛也會有一些狀況 會比較容易流眼淚 那椅子這邊呼籲各位民眾 就是家裡有毛小孩的士主們 也請你們要多多注意 然後毛小孩最近的變化有沒有什麼狀況 然後如果有狀況趕快到醫院來做檢查 修醫所提醒 還沒生年的幽苗 因為這個困難比較少 在秋天和冬天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牠的身體狀況 春天和秋天左右的時候會發情 那一般牠們生小朋友的時候也是在這個附近 那這時候夠正值那個季節交替的時候 貓咪其實牠們很需要一些抵抗力 那其實在兩個月以內的話 牠們都有媽媽來的那個異形抗體 那可以保護牠 一定時間內有保護牠一個抵抗力 那兩個月之後過的話 就是可能要開始施打疫苗的部分 另外因為鳥本身就不愛喝水 到秋天和就是冬天的時候 喝水的量會進行減少 也是提醒主人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鳥 喝水和白酒的進行 貓咪你可以去觀察牠的貓沙 是不是牠的尿量是結成很大一塊 有沒有跟平常一樣 那這是第一個你可以去 把牠篩選出來 牠有沒有這個疾病的其中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去 藉由牠的飲食去看 如果有腎臟衰竭的貓咪 牠大部分的飲食的狀況都不會很好 比如說不愛喝水 再來就是牠可能不太願意 很正常的吃東西 牠可能只吃一兩顆飼料之後就不吃 其實在狗狗跟貓咪其實都要注意一件事情 牠不吃不喝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已經是快很接近生命的默契 所以都要特別去注意這件事情 修醫師豪協賢獎 在準備吃鳥的時 除了要先想清楚自己是不是有學校吃之外 不管是隔壁 或者是鳥用來的幼鳥 是不是有主櫃以鳳鞋 都應該要自己 帶去合格的動物病院 接受修醫師的賓果 是不是要從第一個開始重新時代以鳳鞋 才能來看不到 全沒有的健康 所以先先問中級別人 王秋山加記起 彩虹報道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好棒 知道 關心 謝謝你